众说篮谈风云 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北京时间1月20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胡人坐镇主场迎战篮网 此前胡人战绩为21胜21负 排名西部第10 球队自从拿到击中锦标赛冠军后 最近一个月表现非常挣扎 航母不断改变阵容轮转 导致球员怨声载道 而且胡人也缺少投手和稳定冲击点 鉴于这种情况 胡人有了交易的想法 不过最近两场比赛 胡人先是掀翻西部第二雷霆 随后大胜东欧组合带队的独行侠 作为被摆上货架的筹码 拉塞尔的效率很高 按照随队记者布哈透露 在这只胡人 只有詹姆斯和农眉是非外品 其他球队想得到李福斯 拿出全明星级别的球员来换 而此前 胡人以拉塞尔加西菲诺加首轮筹码 报价老鹰穆雷 也被老鹰拒绝 老鹰想要李福斯 洛杉矶专栏记者李德撰文表示 胡人并不会快速做出决定 接下来两周时间里 会继续评估球队阵容 存在按兵不动的可能性 但如果真做大交易的话 球队的目标是得到 一至二名明星球员 此外 由于威少的失败案例在前 用不哈的话说 胡人真害怕第三巨头 难兼容詹美组合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 胡人去年夏天17号 新秀西菲诺 已经被球队提前放弃了 篮网赛季至今 战绩16胜24负 排名东部第11位 他们基本已经退出季后赛竞争 球队薪资最高的西蒙斯 已经没有心思打球 控场核心丁维迪也在摆烂 布里奇斯则扛不起球队核心职责 整个球队缺乏目标 赛前训练环节 詹姆斯三分球十四 连终手感火热 胡人首发保持不变 拉塞尔加里夫斯 加普林斯 加詹姆斯 加农美 篮网首发 丁维迪加布里奇斯加分尼史密斯加约翰逊 加克拉克斯顿 开局 詹姆斯和拉塞尔就不断卫柄浓眉 拉塞尔追身三分球 加正面抛头打进 里夫斯反击上篮打听篮网 胡人打出13-4的高潮 丁维迪和布里奇斯三分球直写 拉塞尔内外开花 普林斯续上三分 詹姆斯空切劈扣 胡人很快拉开分叉 后半段篮网依靠托马斯 但无需发的表现 不断追进比分 杰末拉塞尔和克里斯蒂回应两季三分球 第一节打完 胡人37-28领先篮网 第二节回来 克拉克斯顿频繁爆扣 但拉塞尔弹无需发 詹姆斯也连续标中超远三分球 胡人就将朗尼沃克内 突外头带队咬住比分 后半段詹姆斯连续打成2加1 浓眉接球起飞爆扣 胡人最多领先12分 杰末 约翰逊加丁维迪加布里奇斯 连中三季三分球 普林斯三分直写 半场胡人68-62领先篮网 拉塞尔上半场17分5助攻 浓眉17分7篮板4助攻 詹姆斯16分 而篮网的托马斯半场独坎20分 胡人一样防不住 没想到第三节程转折点 约翰逊和布里奇斯连续跳投 约翰逊续上3分 篮网提速后 胡人只有詹梅组合再勉强回应 关键胡人还频繁失误 篮网很快反超比分 中段克拉克斯顿连续爆扣反击 丁维迪也内外开花 李福斯直接成为篮网球员 点名单打的对象 真防不住 篮网拉开两位数分差后 戴维斯中投加范德·比尔特 两季三分球直写 杰莫托马斯又是内图外投 胡人大空位三分也不中 三节打完 篮网100比90领先胡人 巴孙磊真是一个都不进 老瞻手感也在下滑 第四节决战 詹姆斯传球失误 被打反击 随后又吃到计犯 上篮也不中 篮网继续上分 拉塞尔好不容易帮胡人直血 胡人内线又漏人 拉塞尔30秒连吃三个犯规 浓眉也走步 篮网拉开16分分差 中段克拉克斯顿 又连续强攻得手 李福斯空位三分不中 詹姆斯补篮也不中 此后的比赛 就没有太多悬念 篮网轻松拉开20分以上分差 最终比分定格在 112-130 胡人主场暴冷惨败篮网 而就在赛后 胡人跟队名记周文波 解读了胡人交易的最新进展 曝光了胡人队 老鹰后卫木雷的报价 并解读了和交易相关的 七大悬念 据球队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胡人队正在权衡三条路 一 安兵不动 保留资产 二 做一个小到中等的交易 提升一个轮换位置 和或填补大名单上的需求 三 做出更大的交易 重塑轮换阵容 增加一到两位 能给予突出贡献的球员 正如胡人队在2021年 和2022年学到的那样 在NBA公资帽的限制下 很难通过三名顶心球员 来打造一支竞争总冠军的球队 第三位球星 不仅要物有所值 还要与球队的两位最佳球员 相辅相成 拉塞尔 威斯布鲁克 在这两方面都没有达到要求 这让胡人队重新打造三巨头 有些忐忑不安 公牛队的拉文 比威斯布鲁克更适合胡人 至少在进攻方面是这样 但他的合同和伤病时 也让人担心 老鹰队的德章泰 穆雷的合同 比拉文更容易管理 但他本赛季防守下滑 而且历来是个不稳定的射手 爵士队的马尔卡宁的价格 对洛杉矶来说太贵了 西亚卡姆在被交易到步行者队后 现在已经离开了潜在的引员名单 目前还不知道 是否会出现另一位明星 或明星相近的球员 至少是胡人队可以合理得到的球员 比如说 骑士院把米切尔摆上货架 胡人也没有足够的资产换来他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 一些关于交易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 将在未来几周 影响胡人本赛季的命运 问题一 胡人队有可能进行交易吗 是的 尽管交易的规模仍不明确 几个星期以来 胡人队一直把1月16日 作为评估他们大名单的重要日期 然而 由于伤病和阵容的摇摆不定 他们现在才刚刚确定一个 有信心的首发阵容和轮换阵容 因此 据球队消息人士透露 除非出现意外情况 胡人队计划保持耐心 在未来两周左右的时间里 继续进行评估 然后再进行交易 等待也可能会降低 某些目标球员的要价 因为在交易截止日前几周 球队往往会高估自己球员的价值 交易市场上买家多于卖家 这可能会抬高优质首发球员 和高水平角色球员的价格 更不用说全明星级别的球员了 即使上半赛季 胡人队的表现令人失望 他们也不想轻易调整自己的核心阵容 他们希望获得差异化的球员 以解决他们的一些明显需求 三分投篮 外围速度 运动能力和更好的双能位 胡人队最近的进步非常重要 一月初 胡人队曾一度出现赛季崩盘的趋势 如果那种情况持续下去 胡人队可能会认为 这支球队不值得继续投资 并在截值期前保持现状 但在过去六场比赛中赢了四场 包括战胜西部季后赛竞争者雷霆 独行侠和快船之后 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预计胡人队至少会采取小规模的行动 来加强他们的板凳阵容 或者他们可能会再得到一两名首发球员 以下是主教练哈姆 在多场比赛后第二次回应胡人队目前的阵容 需要补强的说法 同时他也承认胡人队始终有进步的空间 哈姆说 这是一年中的那个时候 随着交易谈判的进行 每个人都明白 在这个行业中如果有机会变得更好 你就会去做 但现实情况是 我们拥有去年的实力 以及更强的火力 更有经验的球员 所以 是的 我们可以停止环顾四周 看看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 以现在的阵容 我们可以打出很多出色的篮球 可以赢得很多比赛 问题二冒号哪些球员目前有交易资格 胡人队内除了农梅和范德比尔特之外 所有球员都有交易资格 其中 农梅在二月七日才会解除交易限制 而范德比尔特 由于休赛期续约的时间问题 本赛季无法被交易 所以 本赛季的所有交易谈判 都不可能包括范德比尔特 一月十六日 李福斯和巴孙蕾 解除了交易限制 有人误以为 拉塞尔在一月十六日之前 也不能被交易 但这是错误的 他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 就有资格被交易 问题三 胡人队中有没有非卖品 9.詹姆斯和农梅不会被交易 技术上讲 李福斯并不是非卖品 但他已经很接近了 据球队和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胡人队非常看重他 没有兴趣交易他 他还将在一份成本可控 对球队有利的合同中 至少再打两个赛季 据这些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胡人队要考虑交易李福斯 他们需要得到一名 当之无愧的全明星球员 比如比穆雷或拉文更好的球员 或者得到多名可以升级阵容的轮换球员 胡人队的其他球员都在交易的考虑之列 除了范德比尔特 他不能被交易 问题四冒号哪些球员有可能被交易 拉塞尔本赛季的薪水 为1730万美元 2024-25赛季的球员 选项为1870万美元 他很可能会行使该选项 拉塞尔在重新签约时 放弃了交易否决权 这意味着胡人队可以控制 他是否被交易以及交易的下架 对于任何一名或多名总薪资 至少3000万美元的球员来说 更大的交易可能需要将 本赛季薪资为1570万美元的巴森蕾 纳入其中 本赛季结束后 他的合同还剩两年3530万美元 文森特本赛季的薪水为1050万美元 未来两个赛季的薪水为2250万美元 左膝手术后 他至少还要再休战三到五招 克里斯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球员 聪明的球队认为他是一个 被低估的三D侧翼潜力股 他还不到21岁 但胡人更希望留下克里斯蒂 自从胡人队在2023年选秀大会上 用17号签选中新秀胡德·西菲诺后 他的身价就一路下滑 但他的未来仍然充满了神秘色彩 就像任何一个新秀赛季 刚刚过半的首轮秀一样 问题五 其他球队想从胡人得到什么 对于其他球队来说 胡人队有两项极具吸引力的资产 李福斯和一个可交易的首轮签 2029年或2030年 大多数球队倾向于2029年的选秀签 胡人队还拥有四年的首轮互换全权 2026、2028、2029和2030年 此外 他们还有四个次轮签可以交易 据球队消息人士透露 几乎所有的交易讨论都是从一支球队索要里福斯和一个首轮签开始的 克里斯蒂是另一个热门交易对象 但他即将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的身份 让一些球队对他的收购变得更棘手 根据人们对西菲诺的看法 收购他可能与得到一个首轮签差不多 因为他的新秀赛季才打了一半 拉塞尔、巴森蕾和文森特一般被视为中性甚至负面的资产 具体取决于参与交易谈判的球队 问题六 谁是胡人现实的交易目标 除了明显需要更多的三分球投手之外 胡人队认为他们在交易截止日还有三个位置上的需求 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后场的运动能力和速度 下滑线最好具备针对进攻点的防守能力 一个能很好的与詹姆斯、戴维斯和里夫斯 并肩作战的双能侧翼 另一个注重防守的替补大个子 要想通过一次交易满足所有这三个需求是很困难的 甚至满足其中两个也不大可能 拉文和穆雷是最近几个月与胡人队有关的两个最热门的名字 考虑到拉文合同的长度和规模 会影响未来的顶心灵活性 最近几周关于拉文的讨论已经平息 迪阿斯拉提此前报道称 洛杉矶更倾向于交易得到公牛的德罗赞和霍卡鲁索 关于穆雷的讨论越来越多 而且达到了喧闹的程度 据多位球队和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胡人队和老鹰队已经讨论过潜在的交易框架 包括上周末的一个版本 其核心是拉塞尔、西菲诺 2029年首轮签和额外的选秀补偿 此后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但预计会在接近交易截止日时重启 据球队消息人士透露 如果猛龙队决定放弃布鲁斯·布朗 胡人队将有兴趣收购他 去年夏天 胡人队曾基于布朗 并认为他们是利用球队的全额中产 签下他的热门人选 但不行者以更高的报价抢先一步 在过去两周与球队和联盟人员的交流中 出现的其他名字包括开拓者的格兰特 黄蜂的罗奇尔 猛龙的小特伦特 篮网的芬尼·史密斯和罗伊斯·奥尼尔 每名球员都至少能满足 胡人队的三个需求之一 问题七 胡人队的资金和阵容 有什么交易限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胡人队已经超过奢侈税限 126万美元 他们距离第一条土豪线 还有490万美元 这意味着 如果他们在交易中收回的薪金 多于送出的薪金 那么他们的薪金总额 不能超过第一条土豪线 胡人的常规阵容 有14名球员 可以在交易中 再多收回一名球员 如果他们进行交易后的 球员人数低于14人 他们将有两周的时间 来恢复到联盟规定的 14人最低限额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